来看到市场方面 纽约联储日前发布了一项调查显示 美国消费者对于未来通胀预期有上升 那么这样的一个调查 对于联储局的决议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变种病毒又再起来了卷土重来 那么会不会又影响到 联储局对未来一个政策的决定 相关的问题呢 我们来立即连线会议国际投资总监 徐卫华先生来为我们解读一下 许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那美国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就有分析师 就是说这个预测联储局将于11月收水 那您是如何来看待这样一个消息 以及就是说消费者预期调查数据的出炉 这个在多大程度上 能够去影响到联储局的一个决议吗 首先我们知道 昨天公布了通胀调查 是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和三年的通胀预期 实际上是达到了 自从有这个指标以来的最高 那么实际上也是充分预计到 大家对这个通胀上升的预期是很强烈的 那么未来三年大家预期是4%以上 那么当然这个指标本身来讲 肯定是没有非农就业的数据 这样一个指标对美联储的影响更大 那我们知道上个月的这个非盟就业数据 也是出奇的差 差到是本来市场预期是9月份 就会可能出来一个pepper 就是缩减这个购债规模的 这样一个美联储的政策 现在估计是都推迟到11月份进行了 但是我们的 在这个节目中也多次讲到 实际上美国的这个通过放水 来刺激就业市场这个事情 已经成为过去时了 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 即使保持继续放水 也不一定会把这个就业数据能做得更好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认为可能将来的这个 非农就业数据差过预期的情况 可能还会不时出现 那么如果拿这个就作为说不收水 或者说不减少放水这样一个政策的话 通胀只会愈演愈烈 我们知道其实美联储一直讲 通胀是暂时的 那么这个实际上只是一种 比较中性的一个公关说辞 我们知道通胀的形成 其实在历史上来看 一直都不是暂时的 而且一旦形成 就会形成一个恶性上涨螺旋 那么可能会最终 不得不采取非常严格的措施 或者非常强硬的金融缩紧策略 才能制止通胀的继续上升 那么可以说美联储 现在美联储的这个讲法说 通胀是暂时的 基本上是一个对市场来讲 就是一个措辞和借口 因为我们知道通胀实际上 首先这第一个这个价格上升之后 就很难再回去 不会说一个日常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涨之后 隔了十年五年又退回原来价格 基本上是不会 这个价格会保持在原样 那么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们知道通胀一开始上涨的时候 都是在整个供应链中来进行传导 最早可能是大宗商品原材料的大幅上涨 然后牵扯到人工以及这些物流价格的上涨 到最后才会传到最终商品价格的上涨 那么一旦传到最终商品价格 就会影响到今天我们讲的 这个消费者通胀预期 消费者可能会 这个通胀预期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预期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市场 参加是沿着这样一个形势在发展 可以说这个通胀的恶性循环已经开始了 所以到底说什么时候能结束呢 可能还是取决于这样一个 美联储是否能果断地采取一个 非常紧缩的金融策略 金融政策 但现在来看美联储一直是 脱迟脱了这样 脱的这个久役不绝 而且甚至我们有爆出消息说 美联储的几个地方主席 实际上是通过炒股也是赚了大钱 因为在这个通胀情况中 股市上升非常快 所以说可以说美国的金融货币政策 现在是不仅失去了独立性 而且是一团糟 那么在现在这个消费者通胀 比起越来越强的情况之下 我们认为将来这个价格 恐怕还会进行新的一段上涨 可能多个通胀指标的近期 恐怕会继续上升 当然市场现在预期的话 美联储在10月份会缩减 但实际上也只是缩减 现在每个月至少800亿美元的 国债和400亿美元 住房抵押贷款的购买 那么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缩减一点 我们认为实际上 对于恶致通胀来讲是飞水车薪 所以现在可以看到 即使美联储11月份 开始进行taper 开始进行缩减购买规模的话 我们认为通胀的情况 也不会有太大改变 所以这个是一个市场 现在面临的一个相当大的风险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商品市场 最近这个大宗商品的涨跌不一 尤其是出现了一个走高的现象 欧美市场的天然气价格 也是再度达到了一个高位 这个大宗商品的波动会带来哪一些风险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 这个天然气和石油的价格 都出现高涨的一个局面呢 当然我们知道 昨天美股 美国的WTI原油 也是收在了70块钱以上 而天然气确实一路是高涨 继续在上涨 达到了2014年2月以来的这个高价 当然我们认为 最期短期的一个催化剂 是飓风对墨西哥湾的一些 能源生产做事造成的破坏 当然市场这个情况其实过去也经常发生 那么就是说花费的时间 多长时间能够修复的话 这个市场是有不同的预期 但现在好像短期的消息 就是说墨西哥又出现了一个 尼古拉斯哥在公报 可能也会影响 但是就像我们讲的 这个事情实际上在过去也经常发生 但油价并没有出现这么大的标涨 标涨非常的快 而且我们看到 尤其是在欧洲的话 天然气的价格也上了 是非常的快 一个星期就上涨了11% 可以说现在这个整个这个世界来讲 对这个碳排放交易许可的 这些政策也是越来越多 那么在这个政策扶植之下 因为大家也是可以疯狂的投资电动车 上这种碳中和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看到这个发电量的需求 是非常强大 而欧洲实际上对这个花电 对这个天然气的需求是相当大 就造成说天然气的价格 也上涨了非常快 而石油我们之前讲过 在这个欧派克 一些欧派克加的几个国家 对这个价格已经完全管控了过程之下 那么石油的价格 肯定也是会对冲通胀了 那么可以说现在 美国的这样一些宽松货币政策 再加上欧洲和日本的话 那么大家对石油的通胀的 相关性基础 现在肯定是低估了 那么它可能会成为一种 非常好的对抗通胀的 这样一个hedge 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 我们就是在市场表现 就是天然气和石油价格 也是不断地常常涨 我们认为只要货币宽松的政策不变 可以说整个电燃气和石油的价格 恐怕会作为整个能源行业的上游 是先出现一种非常快的上涨 那我们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实际上在英国的话 其实这个夏漠日面高峰 包括在法国 荷兰 德国 这个其次几个国家 电价上涨情况也非常快 可以说已经出现了 说像通货膨胀 从上游向下游传导的这个过程 那么一旦说 最终传导到下游 使用者消费者的这个情况之后 我们会认为第二轮的通胀 会继续开始再一次 在上游的这个基础价格上进行 能源价格可能开始新的一轮飙升 所以这个情况其实恰恰是 央行过于宽松货币政策的一个反应 好 那我们再看回到内地方面 就是中国恒大是深陷到债务危机 市场热点 旗下的美元债跌至违约债水平 在岸的在岸债也是持续探底 您认为说内地当局 有没有可能会说出手救市 这可能性有多大 那么内房市场的发展 您是怎么来看的 首先我们知道中国央行 我们在这个节目中也多次讲到 一直是试图拆解这个金融系统中 这个房地产泡沫是个巨大的炸弹 那实际上中国很多房地产企业 都是债务非常繁重 那么是需要这个销售和盈利 不停地滚动 采取新的现金流 来预付这样一些旧债 那么自从这么几年前 中央开始调控房地产行业来讲 可以说房地产企业的生存环境 或者说金融状况是越来越差 那么造成这个更加宏观层面上看 有去看到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结构 对房地产的需求是在逐步下降之中 所以总体来讲的话 风险敞口是越来越大 那么但是中国一直是坐在一个 金融稳健为主的这样一个 宏观经济政策的 我们看到最近中国还发布了 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1 那么要对所有金融机构 包括央行金融机构 进行评级和压力测试 那么这个其实重点 也是要督查房地产企业 这是在中央政府方面的一个政策 那么在私人企业方面 在企业方面来讲 我们就看到说 其实这个企业的长付能力 也就敏感性来讲 都已经是非常差的一个状况 那可以说恒大现在我们看到 最新的消息说恒大这个 几下子公司恒大财富遭遇产品 水底风波 我们认为这只是 只是大树的一片叶子 实际上整个大树来讲 现在都是非常不健康 可以说巨大的财物 以及要支付的利息 已经压得恒大传不过气 那么现在看到的情况 是有很多投资恒大的种种产品 或者恒大的供应商消费者等等 已经开始在做一些维权的措施 可能这个事情会非常严重的影响 到恒大的经营 正常经营 所以其实政府如果要解救 如果要解救恒大的话 其实时间窗口是非常短的 如果在这个时间内 不解救恒大的话 将来的这个问题 就会越演越烈 会变得更加强 好的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Michael这一段 与我们的电话连线 谢谢 好的 我们也是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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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